建議大家就是 衝浪的東西 可能有些人會省下 就是PEG的錢 或者是FIN的錢 那千萬不要就是 你有多一點預算 你可能買好一點 或者是比較大一點的品牌 也不要可能 貪小便宜去蝦皮 可能買一個沒有牌子的 的這個腳繩 因為當你發生意外的時候 它是你的救命的工具 如果它斷掉了 斷掉的話真的 非常麻煩 接下來要介紹 就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它是LEASH就是所謂的腳繩 我今天準備了這個兩款 都是比較大的品牌 一個是FCS 那一個是這個 可以看一下 一般的話我其實很常用 就是FCS 我自己有四五條 那用了其實 用了滿久五年 其實到現在都還可以使用 那為什麼我今天還會再準備 這個品牌呢 像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這一款是比較經典的 腳繩 FCS的腳繩 然後它的粗度是5.5 不曉得大家可不可以看到 5.5 然後 這個腳繩的話你看喔 它的粗度有到6 更加的安全 所以我今天的話 應該會選用這一條來試試看喔 所以建議就是大家 寧可多花一點錢去買比較大的牌子 或者是像這個 繩子是比較粗一點的 來做使用 也不要攀小便宜 然後 買就是那種很便宜的 反正可以用就好了 千千萬萬不要省這個錢喔 現在要教大家如何裝這個腳繩 首先你要準備一個腳繩跟一個FINKY 打開包裝盒 取出繩結 FINKY 這時候用FINKY FINKY把繩結穿過去 第一種方法 第二種方法 FINKY 神結拉筋會比較好黏 好 接下來就是要介紹這個PAT 就是所謂的止滑墊 止滑貼 那像這種它有 兩片式的 這個就是兩片式的 然後也有像這種三片式的 那就是看自己選擇 那這個都是從澳洲帶回來的 可以看一下 就是有澳幣 有點紐幣 然後等一下就教大家就是怎麼貼 我來選一個顏色來貼我的PAT 看一下要選哪一個顏色 選這個藍色好了 藍綠色好了 就用這個顏色 首先準備一塊止滑墊跟一個眼鏡布 拆開包裝 翻頭 斷貼 身體 反尾 準備剛剛的眼鏡布 把要貼的地方擦拭一下 先筆一下要貼的位置 先筆一下要貼的位置 吃一小塊的背膠 對準後黏上去 一邊撕一邊黏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在上面 我不喜歡貼太密合 所以中間留了一點風景 準備一個軟墊或瑜伽墊 然後把板子放上去 接著站上去採一採,每個面都採到就可以了 接下來要教大家貼這個Sticker 就是貼紙的部分 那你要準備一張貼紙 然後一塊這個布 然後蠟酥 那如果沒有蠟酥的話 你也可以準備一隻尺 好,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好,首先我們先準備這塊布 然後把這個板面稍微清潔一下 你要貼的布位給它清潔一下 OK 然後準備你的這個貼紙 那大概是貼在這個位置 好,OK 那我們把它撕下來 好,OK 好,再來準備剛剛的這個蠟酥 那如果沒有蠟酥的話 一樣可以用就是 一隻尺也可以 把它包裹在這個布裡面 然後慢慢的這樣子 刮過去 把氣泡給它刮掉 邊刮邊推 把氣泡給它推掉 這樣就好了 最後是教大家 如何使用這個蠟 那我今天準備了這個 兩個蠟 一個是冬天使用的 一個是夏天使用的 那大家就可以做挑選 那為什麼我會選擇這個蠟呢 因為主要它是 可以進去看一下 它主要的話 這一款的話它是冬天使用的 它比較軟 然後這個的話是可以夏天使用的 它是比較硬 那為什麼我會使用它 主要就是因為它 對海洋是友善的 這個還蠻重要的 就是不管任何的蠟 主要是它對海洋友善的話 我就會去使用它 然後等一下的話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說 什麼底蠟還是麵蠟 什麼的 沒有我就是依照天氣 然後來使用它 夏天的話我就會使用比較硬一點的蠟 那冬天的話我就會使用比較軟一點的蠟 就這麼簡單 那等一下就是教大家怎麼去 打這個蠟 首先我們先 趴在這個衝浪板上面 我們先趴在衝浪板上面 然後 看一下你的胸部 你胸部切齊這個 板身 然後我們拿這個蠟 去給它掛一條線 看一下齁 好我胸部會在這邊 那我去給它掛一條線 好來我們有看到這一條線了嘛 剛剛畫了這一條線 之後呢我們就是用斜的 斜的 斜的 這樣子畫 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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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自己的習慣 讓每個人不一樣 然後 接下來的話我們就是換這邊 換斜這邊 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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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的話我們可以以就是打圓的方式 然後用板的那個用蠟的這個背面 然後來 剛剛畫的時候你可以用一側的尖尖的這個部分 然後來去畫線 然後最後的話可以用這個板 可以用這個瓦克斯的這個背面來去打圓 像有些 Pro Surfer 他們會打的比較前面 算了沒差 OK 他們會打的比較前面 是為什麼 是因為 他們有時候做動作 他們可能需要做一些像 飛躍的動作 Air 或者是Lat Back 就是 對 就像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 Trip 就是 進管 那他可能 腳的部分要踩到比較前面 所以他們會打的比較前面 就跟長板的意思是一樣的 長板的話他會可能走板 那 他 基本上 整張 連板頭也會 給他 就是全部都給他打蠟 那就是看自己 如果一般初學的話 就像我所說的 一般就是 你胸部 以胸部為這個基準 然後去畫線 然後把他慢慢的打下來 就可以了 OK 好吧來吧 一樣 然後再畫圓 對了 你們也可以用直的 畫下來 然後或者是用橫的 也可以 然後打到像這種感覺 就差不多了 像這種 有一顆一顆的一顆的 這個 辣 就差不多了 OK 如果 有興趣的話 就是 像Ped 或者是 歷徐的部分 都可以去那個 沖浪天堂的這個蝦皮去畫 好 如果大家喜歡這種開箱影片的話 就幫我 點讚 訂閱 加開啟小鈴鐺 嗨 別打資金有多家 掰掰